在美国奥瑞岗市一只英勇的斗牛犬 将一位正受到成群逆风攻击的八岁小男孩脱离现场 Jesse在住家后方的合体与他姐姐和朋友们玩 而其中一位小孩不小心踩到了一根虎木 而一群穷凶乐极的蜜蜂从中冒了出来 其他小孩都吓得跑走了 而Jesse则被困在山丘下并且被蜜蜂遮了24下 而斗牛犬黑蒂斯这时则登场了 英勇地冲下山丘到合体边 咬住Jesse的裤管并把他拖上山丘 Jesse的姐姐14岁的Jasmine被遮了5下 并且因为对风遮过敏而需要注射肾上腺素 两位孩童具备送医治疗并在数小时后出院